大家好 又是我 POOL 76 的消息 之前在 Samsung 的記者會 我們有見過今年最新的旗艦級的 Soundbar Q950A 支援 11.1.4 channel 的 Soundbar 非常誇張 而這條這麼誇張的 Soundbar 今天就到了我們 Studio 我們立即和大家開箱實試一下 究竟它的 11.1.4 是否真的有料到 未和大家開箱之前提醒大家 未訂閱我們的頻道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 按下Facebook、IG、ME、V 最好也做到FORUM會員 功德無量 這次的盒子是 Samsung 2021 年環保概念的盒子 Soundbar Q950A 有 Dobe Atmos 和 DTS-X 的支援 說了這麼多 大家最重要要知道這個 11.1.4 的 Soundbar 如何設定 以及聲音質素如何 以及如何可以玩一個最好的效果 現在立即和大家開箱看看它的配件 每次開箱的 Soundbar 主體的 Soundbar 主體 每次都是份量十足 這裏就是一條 Soundbar 主體 內藏了七個頻道 單元非常多 而整條 Soundbar 總共有22個單元 上面有四顆實體鍵 應該是開箱、大小聲和Mule 中間的位置就是一個 LED 顯示屏 而 Soundbar 最右邊 就會有一個 Samsung 的 Logo 應該是一對後置喇叭 這裏有三個channel 後置喇叭單元會在面上 另外還有一個反射天空喇叭 所以這次為何可以做到 11.1.4 效果呢 這對後置其實都是英記一功 後面都會有寫清楚 哪個是 Left 哪個是 Right 大家一定不會擺錯了 一個遙控器 遙控器跟以前那一款差不多 這裏是一個無線的遙控器 前面有 Samsung 的字眼 旁邊有一個低音單元 這裏大概是八吋左右 氣孔、排氣孔、電源線 接著有一個 Pairring 的按鈕 其實非常之簡單 就開箱了 現在立刻和大家連線做設置 我們大概用了 15 分鐘左右 就設置了 11.1.4 的家庭影院 真的非常之快 說回 11.1.4 其實是一個什麼概念 其實我們玩家庭影院 最初是由 2.0 開始 即是立體聲 接著我們便會開始玩一個 基本的 3.1 或者 5.1 接著 10.0 會讓你做一個超低音的處理 因為在電影中 其實超低音是擔當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算是所有電影 你都會看到有 5.1 甚至 Atmos 都會有 1.1 的頻道 其實 1.1 便會給予無線或者有線的 這是一個獨立的頻道 所以裏面的聲音主要是裝上超低音的訊號 有了超低音之後 整個家庭影音的氣氛就會非常之不同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家庭影音都會有超低音 就是這樣的原因 看回這一個三巴掌 這一個一條三巴掌 其實已經裝了 7 個頻道 首先有中至前至 3 個 接著它還會有 1 個 Y 和 Y 之後 再有 1 個 Ultra Y 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它前面一條三巴掌 其實已經裝了 7 個頻道 但這 7 個頻道 其實不包括了 Surround 和 Surround Back 所以 Surround 和 Surround Back 就會交給這對後置無線喇叭去處理 所以你會看到這 11.1 和 1.4 的三巴掌 後置方面會有 3 邊的單元發動聲音 而這個做法有什麼好處呢 基本上可以令到前置的聲音和後置的聲音 可以連貫感做得更加之好 然後點 4 呢 其實就是提到天花的聲音 而這一個三巴掌 其實它已經有一個上方的反射喇叭 所以前面有一對上方的反射喇叭 就做回前面那 1.2 了 跟著我剛才說 後置的面板上 其實也有 2 個反射喇叭 上去後置的天花 變成你天花就會有一個 模擬 4 顆喇叭的效果出來 基本上你先插好三巴掌 跟著再插手掌 再插好後置的喇叭 其實它已經可以自動連線了 非常之簡單 好了 這 11.1.4 的效果解釋 我待會跟大家試一下 但在試之前 我們首先把這個家庭影院 做回一個自動音場校正 其實在搖控上面我按一按 這個齒輪鍵 就會出了一個叫做 Auto EQ 的東西 之後你的手掌會出了一些聲頻 你就不要管它 任由它 任由房間自己做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看 Samsung Q950A 是一個 11.1.4 聲道的 Soundbar 支援 Dube Amos 和 DTS-X 的音效 裡面有 22 個喇叭 有 246 瓦的放大技術 在力量上一定是非常足夠 它是 4K Video 的 Pass-through 支援 HDR10 和 HDR10 Plus 兩入一出的 HDMI 端子 輸出端子也支援 EARC 功能 音效方面 它是有 Space Fit Sound Plus 的 分析空間大小聲音輸出系統 搭載 Q Symphony 的功能 跟同廠的 Neuro QLED 電視同步輸出音源 但它是有 4K Video 進行平常 DTS-X 完成 是 3K Video 進行平常 DTS-X 進行平常 DTS-X 進行平常 这套不同的片类 其实它有几个模式 有standard mode 有surround mode 有game mode 还有adaptive mode 刚才我主要是用surround和adaptive的模式去试 在导备atmos的demo位置 它多了侧的四个频道 去包围整个气氛 它的包围感是非常好 我直接很清楚地听到 有一个正方的家庭影院的感觉 在这个环境下 然后天花的声音其实是有的 而且也挺明显的 但是前面那两个相对就会明显一点 去到位置大概是电视机上一点 上一两尺左右 还有它的后置 因为它后置都有一个反射的天花喇叭 所以你会听得到 前面那两个天花喇叭 去后面那两个天花喇叭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感在里面 明显的感觉是鲜明了很多 这方面我觉得是明显的提升 试大如6加尔试了两段听歌 这两段听歌其实在声音的质素上 其实都跟以前的Samsung Samba 音质是差不多的 是走这个斯文路线的 我感觉到它那个收入法 其实音压不算太大 所以我轻轻都加了四格db 就会让低频的量 去调多一点 在这个情况下 整个气氛会有很多 尤其是第一段 是凑地板那段 凑地板那段 低频如果不够的话 出来的气氛会不太好 所以加了它的时候 效果就会好一点 后面那段 就是唱歌那段 第一个用Surround Mode 接着有一个用Adaptive Mode 我发觉用Adaptive Mode 在音质和音乐感上 会比Surround Mode好多 Surround Mode Surround Mode 会比较Flat 和修炼 接着试过Netflix 5.1的Spider-Man 明显的Adaptive Mode 就真的夸张地做了Surround感 譬如如Spider-Man救回车的时候 车在画面的前方 到后面 整个音场鬼 即是在画面上 一去到后置喇叭 如果你是需要一个很硬声的Surround效果 这个Adaptive Mode 你绝对可以按 但如果你说 不是 我是想要一个舒服一点 或者没有做作的Surround效果 用Surround Mode 会好一点 这就是我在试完这几套器的时候 可以得出的感受 有人会问 后置喇叭应该如何摆好 我是否应该这样摆 将后置的单元直接对着我 我发觉 你将Surround 单元 向着自己 向着黄大胃 你会有一个很硬声的后置效果 但我觉得 比较夸张 接下来 就跟大家试 什么呢 很多朋友 在我之前的Samsung 三巴影片 都会有问题 就是说 究竟我配搭Samsung 的电视机 使用QSymphony 有和没有的分别是如何 现在立刻和大家试一试 要用QSymphony的功能 就一定要用EARC功能 现在我就用Netflix的App 接下来看鬼影特工电影 现在我会有一部录音机 就录下效果给大家听 首先我会试一下 只是用Q950一个 去做效果出来的感觉 接下来 我现在就会用电视机的喇叭 去发声 大家留意一下声音的分别 我们去这个设定 选择声音的位置 转了做TV和Soundbar 你看到图案 已经有一个画面 的确使用电视机的喇叭 发声感觉 前面音场的风满度 是强劲了很多 接下来我会试一下 在Q950A上 听歌的效果如何 我会用一部Samsung S21 Ultra 蓝牙接播到三巴 的歌曲 这条Samsung Q950A 亦都会照顾听歌的朋友 因为它除了Bluetooth之外 亦都支援AirPlay 2 还可以支援24B 192KHz的HIRES音讯 如果好像小失 有两个系统的电话 都不用怕 没有歌听 今天就和大家试试了 这个Samsung Q950 一个全球首创的 11.1.4的Soundbar 这次也加入AutoCal功能 当你设计好所有东西 做AutoCal 都可以感受到 Surround的效果 是很鲜明的 其实在音质上 都可以说 跟之前的旗舰 9.1.4的Soundbar 都差不多 但今次 它会在Surround的效果 再加强了一点 令到環繞的感觉 和饱满度更加提升 尤其是前面的三叉 和后置喇叭的连贯性 因为它是中间的位置 捕捉了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空间上 我们现在的200尺 左右的Walker空间 其实我觉得 是非常之够用之外 我自己觉得 如果大家在家长9尺的厅 我觉得也是可以用得到 这个11.1.4的一个优势 而且它因为手握法系无线的关系 所以大家只要摆好位置 接着插了电线 后至今次都不需要再有Adapter 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会更加方便 大家在摆位之用 在我们做测试期间 其实我们都发觉 它今代在细细声音的 补足上 我觉得做得非常之夸张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试试Dulby Atmos 那个demo碟那一段 竟然在最后的尾位 其实有一些风声 或者有一些环境声 我们叫做 无端端我们会听多了 几种不同的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音乐 这件事其实我们之前 不是说听过这么多次 其实都没有什么 但在这个Q950A上 竟然可以听得到 这件事我觉得 它真的有些频段 让大家在看感 或者听感上 是会明显地听到 一些声音在你的头顶 或者在你的耳朵边 发出来 而且这个Q950A 和它们以前的Soundbar 一样 如果你是配上 Samsung的电视机 其实就非常之好 因为在menu上 是一个非常大的悲益 比如我们进入设定 这个Soundbar 你基本上都可以完全充分地 去控制得到 Soundbar的功能 比如说 我刚才说 有4个Mode Sound Mode Standard Surround Gent 和Adaptive 这个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做到 一个调校 我们还可以去到 这个Express Setting 有很多不同的设置 比如说 EARC 电视机有EARC功能 记得Auto 所以不需要 纯粹看 Samsung的LED 有一个AVA功能 AVA功能 按按按后 它就可以 一路做回调节 听完整个环境的声音 它会将对白声 会更加清晰 而这个面板 如果你坐在沙发的时候 基本上要看它 也有点困难 所以要站起身去做 我觉得 如果Samsung 可以将面板 放在前面 或者有其他方法 令它更容易看到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这一条Soundbar 基本上 在现在玩的 Soundbar 的家庭景点上 都可以说 是一个非常奇艰 而且非常无人能及的 一条Soundbar 家庭景点产品 但是 在11.1.4的同时 其实亦都 有这样的空间 我觉得可以 给它发挥得更加好 当然 如果大家家里 可能只是说 有几十尺的空间 我觉得未必需要 用到一个11.1.4 那么夸张的频道 除了是950之外 其实它还有很多 其他不同的 比较上进阶 中阶 或者入门 的版本 其实都可以给大家试试 但是 我们可以知道 今代Samsung 在做Soundbar 这一代 去到2021年 来说 它们在Surround 的效果 和升学 的处理上 我觉得 又再进一步 这件事才是 非常重要的重点 好了 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 可以去到我们的FORMAN 问我 或者在这条影片 留言都可以 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下个小铃铛 我们有好东西就会通知你们看 再见 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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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